内地旅客中复遇上药房精便骗案 返回内地 想追讨损失 却在网上载欲假海关 商上加商 一 深圳旅游客向星岛申诉王爆料 指自己农历新来港旅游 在奸杀嘴一间药房购买花椒 遭无良 员透过精便手法被骗买入6700元花椒连药品费 回内地后致电海关热线 本想追讨损失 其后或名男子来电自称是海关调查科人员 要求加威 后 市主不予有诈 因对方要求是如想解决事件 后需要来港四次 引起怀疑 星岛申诉王窒息事件 马上向海关查询 经海关调查后 发现市主遇到 释迦海关微信号 遇市民提高警觉 以免受骗 女 主接受星岛申诉网访问表示 农历新年来 旅游期间 2月14日年初五在尖沙嘴家拿分到一间 防消费 当时店员向他表明每斤花椒为980元一斤 后获告之因为每980元 油污花椒已经切碎 必须 前双方竞争论后 店员声称已将花椒打折 要求支付6700元花椒连其他药品费 当时他急于即日返 深圳最终同意透过支付宝付款 当客并没有报 表示他回深圳后 2月15日 曾致电海关热线头 数天后收到一个3759-3205来电 对方自称是海关调查科 原 要求女事主交微信号调查科 昵称正义超人 微信号 双方成为好友后 道出自己受骗的 发经过及证据 对方声称可向法庭申请赔偿令 前提是花椒及单据 我们会先检取做证物 案子了会还给你 正义超人又言之凿凿声称相关证 会是乎上司是否用作证物 经法庭审理案件完 后归还 又解释骗旅客药店继续存在 源于很多 报人就是因为怕花时间而不协助 所以令那些店都继续营业 恶人游睡来港居住 二日一夜路口供 最终女事主已须加多考虑 唯有而暂时雨 方中指对话 其后对相关微信号声疑 再三 星岛申诉王查正 记者马上跟进事件 并向香港观察询 香港海关发声明提醒市民提高警觉 流 网上出现假冒香港海关微信公众号 以免受骗 得知海关微信号是假的后 向记者表示有点 怕 担心那个假账号骗他到港后进行洗脑行为 感激星岛申诉王及时告知真相 以免到港后遭不测 发言人称海关开设的Facebook专页 Instagram账户 抖音账号 微信官方账号 均附有蓝梯认证 用以发布部门工作和最新资讯 让公众掌握更多有用的海关 讯 星岛申诉王推出全新项目区 有申诉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现成要市民调稿 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见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 精彩内容